校長,他提了文書籠,你請坐這裡 最後一個問一下 科目考試,以你來講,有奶奶以下,可以考慮嗎? 我晚上做什麼事情? 以前是,你們現在有改了嗎? 這我要去查一下 但是,就是,原則上來講的話,如果你來用,你大概可以做也不錯了 我們最後兩個問題好不好? 好,那您說 我想問一下,SAP1,SAP2,起年級開始考算了嗎? 有 record 怎麼樣? 每一次都有 record 就九年級,十年級去考,都有 record 對,從高中開始的話,就都有 record 除非你考的是 PSAT PSAT的話,它就是給你一個 practice 所以,SAP1,SAP2,不管是年級嗎? 對,不過沒有關係,你只要有準備才去考 就一定可以考這個錯誤 對,我第二個問題是,我寫孩子八年,我想他大概十一年級才考FAP 那麼,這十一年級才算你比較的事情 最好是十一年級才考慮 對,最好是十一年級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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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學校的話呢,有這個 college counseling 我們有分九到十一年級 也就是說,你還沒有真的要開始寫 essay 的時候呢,你就是可以把這個 application 裡面需要用到的這些東西 提前到九年級就開始 trend 比如說學校怎麼選課啦 或者是說,你的那個,課外活動或者是什麼 比如說,你這個這方面,你怎樣去選擇 不要說太多,有時候太少 對不對,還有就是說怎麼樣 比如說,SAT 什麼時候去考,加考 這些的話,我們都有一系列的方法去做規劃 對,比如說你抱一次 我們就一直知道不到寫 就沒有包括那個,你可以選擇 essay 寫的 那就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說,你現在已經要進入十二年級了 你就是有這個 college conference 的一部會 你就是要開始寫 college 的 essay 那麼,我們就是說,你可以來參加我們有分的 基督私藝,然後再來進去看你到哪個私藝學校 這些我們都可以選擇 這上面都有 這上面都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一個 這張 college admission training 這一個部會 這個部會的話 它就有 第一個 tire position 在這個旁邊 就是 神見的 學科的旁邊 這樣 好,好不好 OK 非常謝謝大家